这名穿短裤长发披着的女子 头滴滴进到警局 她就是犯一下少女示众案的罗姓祖贤 她的妻子 离开警局的时候还不断滑手机 看起来很淡定 第一时间她称婚后才知先生有性侵前科 还做两人感情生变闹离婚 甚至变称不知套房内有密室 不过现在检警查出 她曾和罗姓祖贤讨论怎么灭政 根本从头到尾这位嫩妻都知情 检警查出罗姓祖贤的妻子 明明知道先生犯罪与少女藏匿在密室 还到警局报案 谎称先生失踪 把他先生都藏在夹城 那再去谎报他先生已经失踪 他知道那时候少女在夹城 这部分应该是知道的 罗姓祖贤的妻子年仅19岁 透过脸书和游戏APP和先生认识 交往四个月后就结婚 两人相差12岁 藏匿少女的密室 就在他睡觉房间的天花板夹城 怎么可能不知道 现在谎言被戳破 从证人列为被告 现在也遭到羁押警戒 借财双吉高雄报道